权、语人断掌、守空房 这是民间常见的说法 在中国民间 有一些被称为封建迷信的学问 要说是封建迷信 可其中依然有很多依据 这些都是古人通过经验积累 总结出来的学问 其中就包括首相学 首相是孙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断掌就是首相中一个 非常特殊的存在 一般看首相的人认为 人的掌纹有三条主要的线 一条叫生命线 一条叫运势线 一条叫智慧线 而将运势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 横贯于掌心 这种首相就被称为断掌 民间一般认为 存在断掌的人性格坚毅 自信倔强 容易冲动 处事果断 精力充沛 这样的人工作非常有激情 也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 有一种担当和主人翁意识 这样的人如果是男性 那一定是非常好的 因为断掌人的性格特点和处事作风 很大程度上对于事业 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团队建设中 这种人往往因为非常强势 而且做事果决 坚毅 在团队中将处于核心地位 也成为主要的掌权人 在长久以来 重男轻女的思想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 甚至是现代社会 都是存在的 因此在传统对女性的观点看 女性一般一定要温和善良 隐忍 要懂得三从四德 不要过于独立 对于那些过于独立 或者是形式雷厉风行的女性 往往不被人看好 在夫妻生活中也是一样 在现在观点看 女性在家里地位高一些 对于夫妻关系和家庭和睦 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当强势到一定程度 就会顾及必反 男性长时间在女性阴影下过日子 时间长了自然会寻求更温暖的港湾 无论最终是否离婚 是否还能继续 但是夫妻关系一定会不和谐 甚至名存实亡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月影 关注我和我一起纯诚祖辈